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真德秀也许还有印象 我在前面简单讲过他的大学演绎 为了翁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不像是一个正经的名字 谁家父母会给孩子用了了和翁这种字眼来取名呢 但在当时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奇怪 了有聪明的意思 翁是对男子的敬称是宋朝人的取名常用字 为了翁很能搞创作 毕生著作汇集起来足有一千多卷 这在宋朝学者当中就算排不上第一 至少啊也是名列前茅的 古今考只有一卷 在为了翁的著作里不足千分之一 但内容相当清淡 古今考考定出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 关于光孙央的变法 为了翁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都开了历史的先河 诸如拿敌人的头颅寝宫 一颗头颅可以换一级爵位 人头被称为爵级或者首级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不想要爵位的话 可以要官啊 做五十蛋的官 官职的级别从五十蛋到两千蛋 就是这时候萌芽的 秦国家庭 儿子成年之后 娶妻生子就不能再和父母同住了 这真的合乎理智吗 魏了翁说 这一点都不合理智 因为古代理智有所谓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庶人的原则 对老百姓哪来那么多苛刻的要求吗 而公孙央的改革 行上了大夫 对太子的老师懂了肉行 理下了庶人 让老百姓父子兄弟不同聚 这和真正的理智精神蛮宁 魏了翁的这个意见特别在理 因为平民百姓只要能活下去就不容易了 对他们如果做什么礼仪方面的要求 纯属强人所难 就像要求乞丐每一顿饭必须铺好桌布 左插右道一样 在魏了翁看来 公孙央打着礼仪的旗号 真实目的是拆散大家庭 社会上那种自私自利 只顾老婆孩子 而不管父母的风气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 秦国政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彻底改变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从此脱胎换骨 在魏了翁看来 公孙央是打着礼智的旗号破坏礼智 表面上看 好像父子兄弟之间 拉开了礼智所需要的距离 老百姓的生活变体面了 而实际上呢 礼智精神被践踏的七零八落 所以就算分了家 一家人之间拉开的 只是财产权上的距离 而不是真正礼仪意义上的距离 不然的话 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 怎么一点都不避讳 公共就在旁边呢 这个现象 从风俗意义上说 意味着男女有别的观念 并没有真正的在民间成形 从政治意义上看 意味着公共作为副家长 完全得不到晚辈的尊重 权威性当然无存 前面讲过宗法秩序 就是建立在副家长的权威之上的 一旦副家长的权威瓦解 宗法关系的纽带 自然也就松脱了 从此以后 在人们心里 只有朝廷才是唯一的权威 对于那些 作为朝廷代理人的各级官吏 自己必须像宗法时代 服从副家长一样加以服从 这才是法家理想中的社会结构 原本由副家长掌握的恩与威 如今啊 完全掌握在朝廷手里 朝廷并不只会言行俊法 也有温情默默的一面 每人赖以生存的耕地 不就是朝廷恩赐的吗 但如果深究一下的话 耕地是朝廷恩赐来的 没有错 但朝廷又是从哪里 搞来这些耕地的呢 这就牵出了一个 相当严峻的问题 假如男孩子一到成年 就能从朝廷那里 申请到一百亩耕地的话 朝廷又是从哪里 弄到这么多耕地的呢 朝廷不是魔法师 不可能凭空变出耕地 就算有很多的耕地 都是开荒得来的 但这怎么也不可能是全部 所以合理的推测是 废景田开千末 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 某种转移 在传统的分封体制下 逐级分封 逐级效忠 土地属于封建领主 老百姓 耕种领主的公田 同时呢 也耕种自家的私田 而废景田开千末 在当时很可能产生了一个 惊天动地的效果 那就是剥夺了大批领主的土地所有权 把这些土地重新洗牌 按照新的规则 分配给一个个小家庭的自耕农 废景田开千末 会有意识阿鸟的妙用 既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也削弱了封建领主的势力 扩大了中央集权 为了深化改革 公孙杨用限制改革 来和土地改革配套 此后绵延中国历史 两千多年的俊限制 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雏形 资质通建记载 公孙杨把秦国的若干个小型乡村聚落 合并在一起 成为一个县 设置县令县城 这样的县总共设置了三十一个 这段记载还是来自史记 但问题是 史记在不同章节里提到这件事 有说三十一个县的 有说三十个县的 还有说四十一个县的 这种错误很难免 因为先秦文字里边 三写成三横 四写成四横 三和四很容易搞混 当时到底设置了多少个县 今天呢 已经是无从考证了 我们就依自治通建的说法 把它当成三十一个县好了 严格来说 县并不是新生事物 前面讲过 战国诸侯会在新开拓的领土 设置峻或者县 由国军直辖 美派官吏进行管理 独立于分封体系之外 这些早期的峻县 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位于边境地带 与其说是行政区画 不如说是军事据点 前面讲过 吴启才到楚国的时候 任之渊首 渊的级别是郡 统辖的下面 深履几个大县 渊作为军事据点 军事目标的重点 就是三级 尤其是吴启的老东家 魏国 吴启只要做好渊首 就等于向楚国 纳上了投名状 公孙杨这回设置的 三十一个县 貌似只有行政意义 没有军事意义 此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349年 史记记载秦国 初为县有制使 是说秦国首次建立县制 有了县一级的官僚体系 秦国当然不是从这一年 才开始有县的 之所以把县当成新事物来讲 应该就是因为 这个县和以前那些 作为军事据点的县 不太一样了 它的出现 标志着郡县制的 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开端 县级官僚机构 有县令 县城 令的意思是长官 县令是一县的最高长官 城的意思是副官 县城是县令的副首 魏了蒙的古今考虑 追本溯源 说县令和县城的设置 正是从公孙秧变法开始的 汉城秦志 汉书有一篇百官公卿表 解释官僚体系的职位 提供岗位描述 说汉朝的县级政府里边 县令和县长原本都是秦朝的官民 万户以上的大县 长官叫县令 俸禄标准是一千弹到六百弹 万户以下的县 长官叫县长 俸禄标准是五百弹到三百弹 如果某个县属于某位王侯的封地 那就用相来代替县令或县长 这种安排看上去很规整 但是如果级别和俸禄仅仅依据户口规模来定的话 肯定谁都不愿意去哪些难以治理的小县任职 那么如果请你出谋划策 你会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再见